让你回到过去时 你就找这个原因 就会找到 找到之后 你明白了 这个恐惧就消除了 第十个问题 这是朋友 送我一个转经论 密宗说 受邀转经的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根据什么 修持进度的人 可以时常用吗 般若经上说的很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 是为众生 根性不相同 所以修学 要懂得 古人 跟现在人不一样 古人知道 世代相传 教之道 跪一专 这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教学 那么在佛门里面 诸位常常听到两句话 夜门深入 常识 熏修 跟教之道 跪一专 不谋而获 是一个意思 所以 学东西 选择法门之后 那就夜门深入 你不要去改变 你改变的时候 效果就没有了 破坏了 如果你要是学密 就依照密宗的方法 去修行 如果修静 你专门以静宗方法 去修行 不能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没有好处 古大的右舍 缠进双修 缠密双修 密尽双修 有这个说法的 这个说法叫方便说 为什么呢 他放不下 他是学禅的人 放不下 那么 这种说他的人高明 看到他学禅 不能忍修 那全他学密 他也不肯干 所以就跟他讲 缠密双修 好啊 这是借引他 引导他 或者是 这个 迷进双修 都是一个借引中方法 真干的人 真干的人不是这样的 真正念佛人 跟你说 就一句佛号 他要不要读经 不要 要不要听经 不要 为什么呢 听经读经 都不能叫他的一心 一心就是专门 那为什么叫你听经 因为你有疑惑 经的效果 帮助你 断一身心 信心真的生起来了 经就不要了 无量寿经 是给你讲解 净土的理论 修净土的一些方法 修净土的一些境界 你对这些丝毫不怀疑 我就一心 一句佛号念到底 那就成功了 还要听什么 所以 上上跟人 跟下余 这两种人 好多啊 他不怀疑 他们有疑问 上上跟人 他一听 他全懂了 像慧能大使 那上上跟人 有很多 你看乡下的 阿公阿婆 他不认识字 下下跟人 他没有怀疑 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一身念到底 他也不改变 他就相信 只信他地 你跟他讲任何法门 他都不听 最后王生 瑞相殊胜 评委很高 最难办的当中 这个量很大了 上不上下不下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 当年在世 49年讲经说法 为谁呀 就是为当中这些很难度的人 既不是上跟又不是下预 所以中跟人呢 这很难度 为什么 他问题很多 疑虑很多 意见很多 所以就很麻烦 这才开了 八万四千发 所以说道理 一定要懂 有人看到 学佛人的精进 就说太执着了 请老法斯 开始 执着与精进的区别 精 是精唇 也就是说 唇而不杂 就叫精 同时学两样 就杂了 一门深入 那是精 竟是进步 没有后退 那我们 修进度 佛在经上 教导我们 这释迦摩尼佛 亲口说的 这耻名号 那个直就是知诸 耻是保持 这是对什么人说的呢 对忠下更新人说的 你决定得神 神凡神 同居土啊 知识名号啊 你有执着啊 那如果没有执着呢 没有执着你神 方便有余土 你是不是精进 精进 真精进 而不执着 你要不精进 就不能往生了 所以直尺名号啊 决定得神净土 净土这个法门 很特别 很殊胜啊 凡神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跟 时报图 上平上身的人 享受 平等啊 享受什么呢 智慧 神通 道理 啊 平等 这不够是一样 这是八万四千 法门率没有的 这个也是佛告诉我们的 而且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四十八月里面讲的 你看 摄方念佛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是什么地位啊 七地菩萨了 七地以上叫阿维悦志 你看凡神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的 连个虚头还 资格都不够 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居然 他的智慧 神通道理啊 跟七地菩萨相等 讲不通吗 没人相信啊 所以叫难信之法 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细心去观察 你就会明白了